《新冠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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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看郑章公 跌跌出去 他有很大的特点 我们今天看来 是完全违背 西州里越文明的做法 第一 我们看他如此的亲情 也就是说 他跟他妈妈 跟他的弟弟 都会彻底翻脸的 他妈妈为什么会翻脸 他有种种的因素 第一 我们知道 历史上记载 郑章公的名字叫 一个小名叫乌生 睡觉的时候生下来的 当然这个后来 人家考证了 不是这个意思 也就是说 他妈妈生他的时候 是难产的 不是投出来的 而是脚线出来的 差点 让他妈妈生他的时候 丢了命 所以他妈妈 从他生出来的开始 就讨厌这个儿子 接下来 郑章公的弟弟 说断 他是小儿子 而且是顺产 所以他妈妈 一开始就喜欢 这个小儿子 一般母亲 几个兄弟里面 一般最喜欢的 总是小儿子 父亲喜欢女儿 这是人的天性 那么他们家里 这个情况更严重 而且他妈妈 在郑章公的父亲在世的时候 郑武公在的时候 多次向郑武公建议 把郑章公换掉 因为他的大儿子 本来继位的 让他的小儿子的继位 郑武公知道 这个事情 可不是小事 要翻天的 要乱的 所以拒绝了他的 夫人的建议 还是把位子 传给了郑章公 但这种 没有不透风的墙的 消息传出去了 郑章公心里的哥德 你想 会没有吗 他恨死他妈妈 你差点把我干掉了 就像玄武门之变里面的 李建成一样的 被李世明慧杀掉 是不是 所以他恨死了 所以他们本来就矛盾 那么后来 郑章公到国军以后 他妈妈还是给他做罪 一天到晚给他小儿子 求地方 争利 是吧 他小儿子要 他分封出去了 他先要个质业 这个地方是个军事重镇 郑章公不给 他妈妈又 申请 要求给他小儿子 一个金 北京的金 郑章公就 用了第一次 就不好意思 第二次了 就答应了 就同意了 好多人都反对 那个地方是很重要的一个地方 你不能让你的兄弟跟你实力差不多 一个国家天无二日 国无二君 郑章公说 这是僵士 也就是说他妈妈要求我办的 我没办法拒绝 这里实际上 郑章公很巧妙 把矛盾 已经 让下面的人知道了 也就是说 我跟我母亲之间 你们不要把我们 看得太近 你们一般都会有一种心理 叫做 素不见亲 没关系 我跟我母亲实际上是不对付的 所以跟他妈妈 关系这样 兄弟一天到晚 也跟他做对 他兄弟以后他妈妈做后台 是不是 让郑国的北部边境和西部边境 那些的地方官 同时向他效忠 另外 他把城墙修得跟郭都一样大 把京城 他那个分封点 一公里的平方 他几乎造成了九公里 那跟国家的 郭军所在的首都的面积 就一样大了 这些问题 他不断地挑衅 不断地突破他们底线 而郑章公呢 就是说 你没办法去好好处理它 把这种矛盾搞得越来越大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 这叫做如此轻轻 勾心斗角 尔欲我诈 根本没有那种人间的那种清晴的温馨 而是 那种 你死我活的 那种暗潮汹涌 这是第一个 郑章公第二个 我们可以看到 他身上体现的特点 是如此的君臣 按道理 我们讲了 天下有道 礼乐征伐至天之处 可是周天子 到了哪里了 到了洛阳了 这个是 凤凰已经十四了 十四凤凰不如鸡 他的权威 他的 影响力 远远不如以前 也就是周天子 在那个时候 已经 不像以前这样的权威 可是呢 一般人 要去改变这种状况 是不大感的 寿司的路途 并马大 百度之虫 使而不将 怎么敢挑衅啊 怎么去 对周天子 不恭敬啊 这个是不敢的 但郑章公 他敢 所以双方关系 一直是很微妙的 那么周天子实际上 也感觉到 是什么 郑章公 太有点 顾分了 做事情 让他忍不下去 所以呢 周天子 他就 想任命一个 右倾施 原来有个倾施 就是一个 就郑章公 现在我再任命一个 右倾施 你郑章公 还是当左倾施 这样的话 这个权力上 就有种制衡了 不至于你多大了 可是郑章公 知道以后 就跳起来了 就不干了 不干了 那周天子 只好忍了 那么为了表示 自己没有 非郑章公的一种行事 双方之间 交换人质 这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天子和大臣之间 诸侯之间 是没有条件可以讲的 是不是啊 君要成死 成不得不死 这是后世的 当时虽然没这么严重 但是 不平等 但是现在变成交直 交直是什么 周天子的孩儿子 送到郑国去当人质 来表示诚信 而郑国呢 也把自己的太子 父 也就是说公子父啊 就是郑章公儿子 交到周朝去 互相抵押 周天子有时候 对郑章公 不客气 郑章公就做了许多事情 非所思 譬如周朝那边的道指俗了 当时道指都在野外的了 郑国就派人 把这个道指收割了 抢来了 让周天子学肚子 还有温帝的麦子 也是周天子的 他的王家的私家农田 结果呢 郑章公把麦子也抢来了 也就是说 双方之间 一天到晚在那里 互斗 就较量 所以我们说 这个方面的责任 周天子有 但是更大的责任 在郑章公身上 是不是啊 你作为城下 对周天子 没有一定的尊敬 你以牙还牙 是不是啊 渊渊相报 你做的许多事情 都过分了 不是一个围城之道 应该有的 所以我们说 它的一个特色 就可以看到 它是如此的君臣 这也是李奔越坏的 一个重大的表现 还有一个最后一个 我觉得就是 柔齿的天下 也就是郑章公 他在当时啊 诸和国之间啊 他在位了好几十年啊 基本上都在打仗 啊 他也是在远交进攻 郑国在今天的河南 郑州这一带 新郑这一带 那么他远的话 在当时是哪个是远的嘛 齐国在山东 鲁国在今天的山东去福 都很远的 跟他们远交 进攻是跟随攻啊 那么就跟周围的那些国家打算 跟宋国打的最厉害 宋国面积 人口资源 都跟他差不多 挨着的 不是你一辞掉我 就是我辞掉你 就是打仗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了啊 公元前719年 他跟宋国打东盟之一 啊 公元前718年 又打了一场 紫辈之战 啊 公元前714年 郑国又跟 当时北方地区的少数民族 永敌又打了一场 公元前713年 又打了戴治战 公元前712年 郑国啊 冒天下之大不为 把另外一个祝后国 叫许国 给灭了 也就是说当时是 争战 争战不移 乱象 重生 啊 尔虞我诈 一地鸡毛 而这里面 扮演主角的 就是我们这位 郑庄公 所以郑庄公的冒出来 是春秋时候的 一个新的 啊 现象啊 这个现象 意味着整个春秋历史 进入了动荡不安 大变革 大变化 进入了重新洗牌 重新组合的 新时代